Hello 大家好 我是Max 今天我们去往岗平峻道 就是岗平360口环境 我们由东涌日通村, 走上往岗平的看大佛 沿途景观开阳, 可以 看机场和东涌影 这条路路放极佳石路为主 有木板搭乘的峻道都很有特色 安平站道不是很长,6公里左右 路面铺得很漂亮,指示清晰,不会迷路 但对体力的要求就比较高一点 3个小时就可以走到顶了 在介绍路线之前,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出片的原读力 我们在东涌地铁站B出口出来去巴士总站 最方便是乘37号去到日东村的福日楼 只是9点前的车才会停这个福日楼 如果乘不到37就要乘38 38就乘到总站落 由日东村走出来大概是5分钟左右 我们就在福日楼下车 我们走这条小路,穿过单车径,走上行人路 然后转左,一直向前走 向前走100米,右边就有路去东奥古道 岸平盏道的起点是在东奥古道 所以我们跟着东奥古道的牌一路走就对了 转右下了楼梯之后,继续向前走 经过几间废宇屋之后 前面打横这条就是东奥古道 我们就转左,一直跟着去 我们再向前走100米左右 就会遇到另一个路口 左边是去石门甲走这个法门古道 我们走右边去东奥古道 前面右边是一个公厨 过了这个公厨之后 下一个厕所就是岸平市集那里 这里再向前走一点 就是东涌的侯王古庙 清朝乾隆年间建的1765年 是二级历史建筑 其实挺值得一去的 我们继续沿着东奥古道走 现在就在一个球场旁 左边这个就是游乐场协会的东涌营 旁边就有座桥 下面就是东涌河 这里风景都不错 值得在这里拍照 还有这里是咸淡水的交界 所以前面那些是红树林 现在画面正中间那里 其实已经隐约见到第一个纜车转向塔 或者一会就要爬上这里 星期六日都很多人会来走东奥古道 所以我们还要戴着口罩 我们一路跟着这条水泥路走 就沿路都没什么叉路 当你看到前面左边这间橙色的屋子 真的很快到这个岸平360站里的入口 留意一下路的左手边 有个山火啪那里就是了 这里就是山径的起点 所以我们都可以脱下口罩了 如果你不脱下口罩的话 应该很快看不到电影了 因为岸平站到一来就打大佬了 这一段就是最辛苦的一段 由C00走到C06这一公里就最辛苦了 是不断地走楼梯爬升260米 初段都蛮舒服的 有些鼠音 然后楼梯级又不算很多 岸平站到一共有三十一个标准柱 由C00到C30 岸平站到的标准柱 和外面标准柱不同 外面物竟的通常是500米一个 但是岸平站到的标准柱 其实是不平均分布的 近那些70米都有 遠那些230米左右 所以如果靠它来猜一下你走多少 其实就不太准 我看回我自己的GPS记录 有时一分钟都不用就走了一个柱 有时是十几分钟才看到下一个 所以这个数字都不是很有参考价值 走着C01已经有点东涌的景色了 我自己走着5分钟左右 就由C01到C02 C02走到C03大概10分钟左右 前面看到的转向塔就是C06 去到那边也标志着你最辛苦的段路已经走完 走岸平站到我强烈建议你带一把傘 因为大部分路段都是很暴晒的 景观开阳 蓝天白云的代价就是会晒到洞 所以岸平站到夏天来都不是很适合 要好像现在这样秋天或者冬天来 才会没那么辛苦 有些人可能会说 喂 Max你常说一套做一套 一时叫人戴手套自己又不戴 现在叫人戴傘自己就戴着帽 算什么 其实我有苦衷 因为拍摄的时候拿着干 其实开傘很不方便 所以这些叫为艺术而牺牲 甚至最伤深的时候 我们走了六分钟左右 便移到C04 已经开始有些接近 describe岸平的感觉 前面在这边有个栏围 envol 浏 Punchantin 这边的栏围囵 merci 迂闻开山顶老 嗯 挺適合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風景也不錯 已經可以看到機場島 還有看到纜車由觀景山轉過來 關於觀景山你可以看我另一條影片 看完風景 我們繼續跟這些活完活了的樓梯搏鬥 我們現在來到C05 跟山頂只差90米距離 我們今天最辛苦的一段就快結束了 但是山頂這裡周圍都光滔滔的 好歸曬 所以我躲在右邊這塊不知名建築物的陰影下面 但是休了很久 其實走這條往平站 你久不久都會聽到人聲 明明前後的山頂都沒有人 突然間又會聽到有人在這裡笑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你頭頂剛剛有些纜車飛過 然後上面有些人就在這裡大聲說笑 前面這個就已經是C06那個牌 往平站道就繼續直去 右邊就是上去搭直升機 我現在就上去右邊看看有沒有直升機 今次已經是我第三次來往平站道 但是之前兩次都沒有走過上來這裡 上來這裡雖然沒有直升機搭 但是看到後面的纜車也很近 上來後發現沒有直升機 還有連H也沒有 那是不是證明了這裡的直升機的班次比較疏呢 那我們沿路出去 在這個位置其實是可以跟纜車上面的朋友揮手 跟纜車上面的朋友揮完手 然後我們就落到下面的路口 在C06這裡我們要開始落一點 就開始走這個木頭搭出來的安平站道 相傳這些木板都是六隻由加拿大來的女生搬手搬上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有些人會叫這條做Donkey Trail 除了遮蓋之外 我都建議大家帶兩支行山棍過來 上樓梯的時候 有兩支行山像幫你撐一撐 其實是可以減輕雙腳的壓力的 但是自從我行山會拍片之後 我就很少用行山像 都是那句 為藝術而犧牲 那我們現在開始的路就比較在山中間一點 就沒什麼風景看的了 路面都很平也都沒什麼上落的了 那些路都是一些石仔砌成的路 就蠻好走的 我們現在來到C08 大概是東涌出來之後走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落了這麼久斜 終於又開始上斜了 C08這裡大概270米高 岸平站道最高位是C18 560米 純粹看數字我們只是爬升了一半 但是就不用怕的 因為之後的路是很長的 走上來感覺是沒有之前那段那麼辛苦的 走著樓梯聽到上面纜車的人笑嘻嘻 真是令人羨慕羨慕 走到這裡右邊就可以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機場景了 那我們繼續在木板上面走 這裡條路就很平的 所以兩邊都沒什麼扶手的 不過網上聽人說 這些木板如果濕了水都會很滑的 所以落完雨之後 行棧道也不太好 好 那麼棧道這裡的木板呢 那條縫也有點大 我經常認住 萬一掉了一部手機就糟糕了 應該都很難走得回 在這條木製的棧道上面走 其實都頗有feel 我那時又沒什麼人走 很寧靜 有一種融入大自然的氛圍 我們又看一看風景 這裡就看到整個機場 那我們就來到C12了 那我們就要在這個纜車的塔下面走過 C12和C13的牌都真的非常之近 60米而已 一分鐘都不用就可以連打兩個卡 所以我才說這個號碼 參考意義不大 現在這段路我覺得都頗有feel 陽光透過這個稀疏的樹罐慢慢滲進來 不是很殘眼但又很明亮 C15這裡前面就有一個好型的DEEP V棧道 它是特意有道閘在這裡 提示你前面路段陡峭 這個位置都頗適合拍照 真的很直的條樓梯 記得捉緊扶手慢慢落 這段路段陡峭 這裡就是DEEP V棧道的底部 網上很多昂平棧道的照片都是在這裡拍攝的 突顯到這條棧道很崎嶇 這段崎嶇的斬道其實都不太長 很快就結束了 上來就繼續走一些很平穩的石路和木板路 很快就來到C17了 前面的C18是一個纜車轉向站 而這裡就有很多芒草 這裡的芒草當然沒有大東山東洋山那麼漂亮 其實芒草周圍都有 真的沒什麼必要跟大東山逼迫 這裡也是一個拍照的很漂亮位 身後面的機場已經來我們越來越遠 看一些時間我們已經走了兩個半小時 剩下半個小時就可以到昂平 這個纜車轉向站也是我們今天最接近纜車的地方 好那我們看一看纜車怎樣著陸 纜車會在這裡減速減到很慢 我有時會想會不會在這裡可以上到一輛纜車 那就不用走 不過都不用了 這裡已經是今天條境最高的地方 560米的芒草山 這裡路的左邊是有一條漂亮的山徑 不過山徑的名字就有一些恐怖 叫停斯trail 是東澳古道深石村那邊的村林村上來的 我們離開這個蜜辣山纜車轉向站就開始下山了 我們已經來到C19了 前面左邊斜斜的一條小路就是蜜辣山郊遊徑 看一看風景 不得不提醒大家這裡真的好曬 如果熱天來的話真的要帶多點水 因為沿路都沒有補給 來到這裡你應該會見到一些令你很興奮的東西 沒錯就是昂平上面的天壇大佛 見到它也都意味著我們就走到終點了 快來的意思是就有25分鐘左右 這段路是一條大斜路來的 不斷地走樓梯級落斜 我保持著均速衝落山 腳趾功都有點壓力 這裡是C21 左邊那條也是蜜辣山郊遊徑 由這裡到C25 蜜辣山郊遊徑和岸平站都是share同一段路 來到C22這裡就隱約聽到一些水聲 因為右邊就可以去到這個連森石間 在這裡走記得抬一抬頭看一看樹葉 因為我發現樹葉在背光之下都拍得很漂亮 陽光打到葉道很通透 有橙色有黃色有紅色 快來到了C25 剛才左邊那條路就是蜜辣山郊遊徑和鳳凰徑地四段 我們繼續向前趕路 好 走到這裡我們又見到大佛 其實我們已經很近終點了 現在大概兩三分鐘就會經過一個號碼 見到大佛越來越大隻 接近岸平這段路其實都很平坦也很悶 沒什麼特別的 我那時走到這裡大概就是中五十二點半左右 開始有人在這裡落山走去東涌 來到這裡眼見已經結束了 但是還是C29而已 右邊那邊是挖頭的 左邊一椅椅就是我們的終點 纜車站 幾經辛苦來到最後一百米當然要衝過去 這裡就是30號牌了 沖線了我們 我們用了三個小時由東涌走上來岸平這裡 這個時候記得戴上口罩了 今天的行山介紹部分就已經完結了 剩下我會說怎樣在岸平搭車走 如果你喜歡我的行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給個讚 現在還可以追蹤我的IG 以前都沒有留意過原來岸平這個壁畫都挺有趣的 看完壁畫我們就由這邊走樓梯上去岸平市集 出來一直向前走其實都是遊客區 我相信大家都懂得走懂得走 不會迷路的 一直向前走 右邊有個位置就可以出去搭巴士 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給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謝謝大家 請坐下來 一會兒 請坐下 今天怎麼會做到這裡 我喜歡選擇 中文字幕 讀 ч 我們大家有機會 請坐下 是